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更文明的社会里面 你能感受到 你根本感受不到什么这些快乐 生日的这种赋予的父母亲 老天爷上天 是吧 赌赌卑贝赋予给我们的这种身体 你根本感受不到 你也不会去珍惜它 不会去祝贺它 不会再去影响你的孩子们 跟孩子们你也很难沟通 如果不是出来 不是我们慢慢的了解了 我们跟孩子们也是 那我们的父母亲教育我们的解释 气不好 我的父亲就是过什么生日 过什么节 对他来讲那都是麻烦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过年过节都是麻烦 都要出钱的 对吧 都要去来回拜年 对一个没有生活 保障非常非常不确定的人 这种人的焦虑很大的 你知道在中共国内很多人 他不愿意过年过节 这是最大的鬼门关 是吧 领导们这些当官的 送礼的他不记得 谁不来给我送他都记得 是吧 这个东西很可怕 所以 这就是中共的 但是现在在我们的这种生活里面 不存在了 我们享受这种快乐 这种仪式感 我们希望我们有节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